快閃電開幕的心情 我覺得我很開心可以受邀到這個快閃電 然後其實心情非常的期待 然後又興奮 其實還是有一點緊張 然後因為也是很多媒體記者們 然後我很開心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參加時尚活動比較緊張 還是區區比賽比較緊張 我覺得參加活動還是緊張一點 因為平常就是 比賽就是做自己平常在做的事 然後也是比較少機會可以嘗試到 然後真的很開心可以受邀到這個活動 所以心情上還是比比賽還要緊張 今天的穿搭算是私底下自己會穿的樣子嗎 其實比較不算是 因為通常啊 因為我們不是在訓練的路上 所以基本上都是運動裝 所以嘗試到這個休閒裝 我覺得自己非常喜歡 那之前亞運媽媽有說要出來LV 今天有跟媽媽說要來LV的活動 我有跟她講 媽媽有什麼反應 她就說欸就是叫要告訴我平常心啊 因為她也知道這個活動蠻盛大的 然後就是放鬆然後做好自己 對 有沒有請你帶什麼回家 欸是沒有 是沒有 對 那我們直接差不多囉 欸那個冠老師已經奧運已經有拿到A標 那自己對於目前調整狀態怎麼樣 我覺得目前調整狀態都非常好 然後就是 積極備戰今年的巴黎奧運 那除了出事以外 今年還有什麼樣的目標呢 蛤 除了出事以外 今年還有什麼樣的目標呢 呃我希望自己的身體可以健康 然後我覺得保持身體健康是最重要 因為其實我去年一直生病嘛 所以我覺得自己的身體是要 需要好好的保護一下 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